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甜甜一起合唱了就是爱 两人都是人美歌钱 但当两人的合照流出来的时候 小八也是被关小童敬艳了一把这红色的裙子 配上这优雅的发型 真的是青春洋丽 光彩照人啊 大甜甜也是仙气飘飘 个高调顺啊 就连站在一只一肤白出名的大甜甜旁边 关小童也没有外下阵来 这两人也算是平分秋色了吧 大家都知道知静一被称为四千年美女 可是当她遇见了关小童也要甘拜下风 就身高方面关小童就能碾压她 知静一也算是脸小心人了 不过 这脸怎么比关小童还大了一圈呢 大家想不到吧 关小童和张碧晨 这两个巴竿子打不着的人 竟然也有交集 M这两个人的衣服都是什么鬼 玩贵她原谅小巴不懂时尚 两个人摆同样的pose分开来看 也都算是大美女了 不过 这一对比 关小童不仅在身高方面占尽了优势 就连皮肤也比张碧晨白了一个色号啊 果然 恋爱中的女人最美啊 在微博之夜上 张艺山 乐扎 景田 关小童 养粉共同获得了微博年度人际艺人的奖项 在这一众明星中 小巴最先看到的还是关小童那双无处安放的大长腿 虽然她穿着这么老气的衣服 但在合照中表现还是不错的 甚至可以说是算得上好看了 到 北敏不应该是一个帅哥美女云集的地方吗 关小童的这张合照 让我对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么一看 关小童绝对是人群中最耀眼的一颗星啊 还记得关小童和马思纯一起上快乐大本营宣传组了吗 当时快乐大本营的关伯发了这样一张宣传照 在关小童的对比下 马思纯真的是显得又矮又壮啊 还有 后边的娜娜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小巴宣布 这一轮 关小童完胜 不过 关小童 你把绷带拉这么长 你是认真的吗 真的 以后不要再叫关小童轰大壮了 毕竟人家也是有小细腿和小麻腰的 优优独播放